我調那個CMAX跟CMAX 然後 我不知道為什麼 他這個 雖然他這個 就是會蠻接近的 就有一組 那個 這個 這一個是0到1 0.1到2的 然後他這個會 他這個block都會蠻接近的 但是 不知道他結構都會 變成這種 蠻接近的 然後 因為我加進來的那個 有幾個 幾個那個變形的data 他是比較 變形量比較大的 不知道是不是 有關係 就是他 他 就他 他可能就是比較 風 這樣 不知道有沒有關係 這什麼意思 這個是等比例膨脹 對膨脹 就是跟 跟正常的data 比較 不一樣 正常的好像是 都會是108個吧 那 因為這個分比較開 所以他就比較少 然後能量 好像 我做出來的 他的這個 能量也會誤差比較大 對 這種 我們用這種 來模擬東西 他通常 在Vsing的時候 用的reference data 都不能偏差太多 對 所以我 都要離那個 就是類似VC Lex 附近 所以我後來把這個 偏差比較大的刪掉 對 但 就還是一樣 都是 就會都 變成這樣 蠻 蠻清醒的行動 就是固定2.8跟2.0也是沒辦法 對 對 固定2.8的 他 2.8、2.0的話 他 他的Block就 偏差比較大 那這個是 這個比較近的是 0.1到2.0 但他 他們 雖然Block很近 很多這個 很準的是什麼 就是 0.1到2.0 0.1到2.0 對 但他 他 那個 minimize的 做出來的 形狀就會變成這樣 雖然他Block是 一樣的 但是他的形狀會變成這樣 好 那0.1到2.0 他 minimize出來是多少 老實說 哪一個是 最終 最終的 看一下 看一下 這個嗎 0.9 1.9 還有這 1.8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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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imize 會正常嗎 沒有 這就是minimize 就會變形 它就會 它就滿正常 然後它就會慢慢 變形 好 我就越冰也習慣了 這是E5嗎 泰河E5 對對對 E4 所以 E4 2這些其實都假的嗎 對對對 就是沒有用 只有這個E4 4跟E4 1 是用的 0.921 好吧 那你要再試一個範圍啦 我看過Maxima最小的 欸 塊錢有到多少 我記得啊 0.78 Maxima Maxima嗎 不是不是 就是最大它是1啊 我的意思是說我在Table上看到 好像有最小的到0.77 我這一組 別人做過最小的就是到1.44 CMAX 1.4 就是 它用什麼樣的RAPAN結構 結構 欸 每一個都不一樣 每一個配對都不一樣 就是有B2 B2 呃 然後說這一單單單單的 剛剛你那個才要 這好像是B1吧 B1 B1 B2 B1 B2 B2 B3 B3 B2 B3 B3 B4 B4 但他這一組好像 Mix是2.8 現在我們也只有把這個排列組合來自己下 好 所以就是 改Mix 然後改成 比如1到0.8 或是你現在試的最低值是多少 到底嗎 Mini嗎 Mini Mix嗎 Mix嗎 Mix現在都固定 這禮拜做的事都固定2.8 之前呢 之前有做 上禮拜做的是 2.8到1 你的印象 你的經驗 哪一個會稍微好一點 哪一個範圍 有沒有Mini 看起來正常 動力學才變形 之前有 但是沒有加那個變形量 就是加那個比較 就是讓他拉伸壓縮的那個 Data Chain 他 他有 那個 NPT 他有那個 Mini Mix做出來是比較正常 對 對 加了之後 不知道什麼 反而會變這種比較奇怪 雖然他的Block會比較準 雖然他的Block會比較準 他的 那個 minimize完結構會 怪 你是說沒有加那個 Mix結構 對 沒有加這種有變形的結構之前 他 有些 會比較正常一點 不知道就是我加了這些結構 可能 變化太大還是怎麼樣 變化太大還是怎麼樣 他物差百分比有很大嗎 Mix的結構 就 可能有一兩 一兩組 就 我還有 我之前 我下面又刪了三組 因為那三組 就是真的 複差很大 對 六十幾 太大了 所以我就把它刪掉 那 這個 還有 還有一組 比較 比較怪的 現在看起來都 我們接近 好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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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 欸 想想 變動 這邊 這邊 就設 1 2個都1 上下界 1 然後這邊 我看過有0.78 那你就是0.7 0.7 上下界 對 然後 mini bar的話 你就0.1到0.7 我看過非常小的 0.01到0.7 0.7 0.1到0.7 我看過非常小的 嗯 0.01到0.7 嗯 好 0.69 還是 因為它不會 應該不會這麼 好 0.69 啊 會到邊邊嗎 嗯 就 還是要多四幾 可以啊 那 我多四幾 那 呃 就 就 也是就是把那個 比較 比較奇怪的那個 變形 比較大變形的也是刪 就刪掉 嗯 對 好 好 那差不多 那可以 但 就是我這個是沒有那個啊 就是沒有 它還 都是正角的 就沒有 沒有做那個 應該沒有 沒有關係 就是它都是正角 我沒有做那個角度的變化 應該 應該沒關係啊 好 那就 行 那我就照這些 比較正常的Data 丟進去 改它的 彈數就好 就有Data不行 對不對 其他都可以了 欸沒有 就 上次就是說 先是那個 造一組 對先 讓一組成功 但這組好像 比較 比較 比較奇怪一點 OK 因為其他有些就是隨便弄它就是比較 就很 嗯 那個 好 那我包配 這禮拜找的是它 做 那個 烏跟 木的 雙 雙眼素的 那它是 研究它 木的 水的木的 比例 改變 那它的機械性質也會有所改變 這樣 那它會做這個是因為 就是 可不可以我再問一個 那個 Potential Fountain 不是 文件上找得到嗎 那這兩個元素 它們 你剛剛說是用B1 對 B1 那經過你的模擬 它是不穩定的 如果用B1 就是 比如說我用我的 Initial的結構 就 ReadData結構進去是B1的話 它會不穩定 但是 它是其他L12或B2結構 它會是穩定 對 我上次做了一下那個 Test 是 開一下 這就是 就是我用它 它這個Potential 然後用我的Initial是 Initial是我的 這個L12結構 然後 做出來是 都蠻穩定的 都沒有變形 然後NPT也是 都很 NPT也是都很穩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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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它的 他們做出來 看一下 為什麼會這麼詭異啊 它這個 E5 對 B1 Reference 用B1 對對對 Reference用B1 然後我的Initial的結構是用 L12 結果反而是我定了 對對對 但 我如果 我之前用那個B1的結構 下去給它RUN 就是 用它的Potential 然後下去RUN它的B1結構 然後下去RUN它的B1結構 就是會 會變形 我好像沒有 我看一下 好像 好像沒有留 沾掉 這是B1 不然我可以現在試試看 好 好 到去你自己再試 好 那不然 那我們也 也試看看吧 那你版 你日本結構用B1吧 老實說直接改它的英雄 直接改這個 對 直接改這個就好 下面都不 就 就用原本的 對 結構用原本的 不管了 好 但它這個 REC 跟RE 不知道會不會有關係 就是 改變它的這個結構 什麼 就它RE啊 REC 還有這個 α 就可能 就不是這一個字 這個RE 不一樣 不同 AFA 好像一樣 AFA還是Bug 嗎 反正你輸入的 就EC可能會不一樣 因為 但AFA好像也是用EC 就它公式也沒有EC 對 那你還是先試一下 不同範圍 好 好 那我再試一下 L120 那個BugModule 是 是用你的 層次算出來 對對對 那它C萬萬 C萬兔 長 十字多法 你那個配對 那個 因為 project上有 也找到這一 我看 其實沒有差很遠 看一下喔 沒有 沒有差差一點 這L12是不是 對L12 這樣看起來蠻穩定的 因為整整看結構的穩定性 好像C萬萬加C萬度 除上 要大於CBB 就表示這個材料 是穩定的 就表示說 你現在給的這個L12 是穩定的 我們現在唯一能試的只有MAXMA跟MINIMA 我們現在唯一能試的只有MAXMA跟MINIMA 然後還有不同溫度變化下 木的比例的影響 然後它創結過 用ALTMSK充 我再問一個問 好 那個韓國人 他一般 這個MAXMA跟MINIMA 他都是用一個經驗工資 就好像是把單元度的相加 平方相加開根號還是怎樣 你再自己去看一下 就是我們也可以試衣服跟他一樣 他好像是加 就是根據比例 然後把它加起來 然後把它加起來 對 你再自己去找一下 韓國人好像都是這樣找的 因為他們有去 真正算這個 合金的DFG 好 他們都有看到 他們有一個公式 那他這個 烏跟木的 他的這個 就是調配比例的方式 就是在 先創一個結構 然後把 把那個木 把木自換 自換 就是把屋自換成木 就是這樣 他好像也不是用什麼蒙蒂卡路 他就是直接把 那個木自換 就是Random 就是Random 自換 然後 然後做出來 他這個就是 他這個是NPT的那個圖 那可以看到說 他在300度的時候 300K的時候 他的 是 能量是穩定 他能量是穩定 然後他是用EAM的結構 EAM的 那他做出來 這是他的 拉伸的 那可以看到說 都沒有木 都沒有木 都沒有木的話 他的那個機械性質 是最好的 但 就是他 之所以會加木的原因 是因為他那個 他說 木的電阻率比較低 就是比較 就是會用在那個半導體上 有什麼 小俊銘你剛說他是Random 混進去 對啊 他是什麼 所以這個 不是一個Crystal的材料 Crystal 欸 他好像說 他半導體 是用在一個 薄膜上 是用 鑒度的方式 弄進去 對對對 所以就是 任意去混 而不是Local 會有一個Crystal 比如說什麼B1 B2 對對對 他這沒有提到 沒有提到它有那個什麼結構的 那對 然後它就是因為架木會 雖然會降低它的電阻 但它的機械性質會隨時下降 然後右邊這個圖就是它 就是根據它們不同階段的變化 那可以看到這個A2到B1 就是它的主要作用是在它的那個 那個GAME boundary 對 它主要作用是在Bing boundary 那之後就是經過這個B1點之後 就最大的那個硬力點之後 它就會產生那個 它的那個GAME boundary就會產生這種條狀的 然後就是 對 它的那個機制就會改變 變成什麼 剪切引力 就原本是 就是它原本就是在這個 GAME boundary這邊作用 然後它之後的機制就會變成在 就是產生這個 剪切帶這樣 GAME boundary嗎 對對 對 經解 那可以看到說它的這些 它的剪切引力也是集中在它的這個 GAME boundary這樣 那這個圖可以看到說它的這個平均 平均解切引力 呃 根據不同比例的話是 是都沒有變 就是它的平均解切引力是不會 不會改變 就是隨著它 不管它的木增加多少都不會變 你這配合是很新的嗎 對啊 我都老最 就是當個禮拜 所以這個配方是新的半導體的材料 欸 新 它沒有說 欸 新的 它沒有說 欸 新的 它沒有說 欸 新的 看一下 OK 它可以做出這種 就它可能就是為了降低它的電阻 然後又有它的那個硬度 所以它才會取這種組合 那 對 那這個就是它 這個就是它的那個原子的 就是它裡面的那個結構的變化 就是它這個是Amorphos 那 跟它說 它確實它在這個A1到B1 中間它的那個Amorphos是 變化比較激烈 就是 直接從 幾乎沒有 然後到 到很高 然後 到 等到後面 E1到E2之後 E1這邊之後 它就 比較緩和這樣 然後 然後 它的陽式魔術也會跟著 隨著它的那個 就它所有的 機械性質就是陽式魔術啊 然後什麼 減切硬力啊 那些的 它都會隨著 它的 木的增加 然後下降 這樣 然後這個就是它的 它的那個 插牌的 那個圖 就是OBITO可以走出來 好 然後這個是壓縮的 就是也是跟拉盛一樣 會就是一樣的現象 就是它的 就是它的木比例越低的話 它的機械性質就會 越好 這樣 然後它也觀察到壓縮也是 跟拉伸的時候 是一樣的 那個原子的這些變化都是一樣的 就是 就是它這個 線性的這邊 都是從 那個 Game Boundary開始 然後之後會有 那個 那個 那個條狀的 條狀的 那個 Permorphous的結構 出現 然後它也是 就是壓縮也是 根據木的比例 就是不會有 平均 平均減切硬力不會有影響 對 也是 也是 木的比例 會越 越高它的 機械性質會越低 然後這個圖就是 分別是 拉伸跟 拉伸跟壓縮的 隨著溫度變化的影響 那可以看到說 就是 它隨著 它的溫度跟它的機械性質是 負相關的 就是溫度越高 它機械性質會越低 那也是 就是 就是木越低 就是也會越低 這樣 那結尾就是 結尾就是 結尾就是 就是 增加木會降低它的 這個 陽色魔術啊 然後 這些機械性質 那 然後它的變化 是 是從 那個 Game Boundary開始 就會差不多是這樣 OK